名人回到过去终于用轮回天生复活了纸水 就在名人成功复活了幼稚后 大蛇丸建议将纸水的双眼移植到幼身上 但名人并不同意这的方案 因为他还有其他的计划 那就是复活别天神的主人 文言 大蛇丸遗憾地表示没有纸水的身体是复活不了他的 他的身体就连前世的圆梦大师都都没有找到 又听到这话不禁笑了 因为纸水的尸体早就被他秘密藏起来了 他深知别天神落入坏人之手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他在纸水跳水的当天 就在下游找到了纸水并将它封印在了石拳剑里 说完又立即发动了须左能呼 并在石拳剑的葫芦中将纸水的身体解封了出来 时隔数年 纸水除了眼睛之外 身体其他部位依旧完好无损 大蛇丸不禁称赞幼的形式风格还真是谨慎 怪不得之前他无论如何也找不到纸水呢 文言 又叹气地表示这也是无奈之举 虽然他也很想让固有入土为安 但诸如团葬和大蛇丸之流的人 是一定不会放过纸水的尸体的 所以他在当天觉醒万花筒写文言之后 就追下去将纸水藏了起来 说完又看向了名人 表示纸水就交给他了 而名人的计划自然是用刚刚复活佑的方法来复活纸水 文言 佑的内心既欣喜又伤感 欣喜的是马上就可以见到昔日老友了 而伤感的则是他并没有像答应好友的那样 守护好宇智波的名号和村子 反而亲手将宇智波给带向了灭亡 名人看出了佑的心思 他决定在复活止水之前先带又去见见他的老搭档 同时也让长门好好休息一下 而那个老搭档正是鬼胶 文言 佑的内心不免有些小激动 名人用左眼的轮回眼发动地狱道召唤出了闫罗像 并让大蛇丸运来了先前存放好的鬼胶身体 之后他取出之前封印了鬼胶灵魂的卷轴 最后将鬼胶的灵魂和身体一同放入了闫罗像口中 随着闫罗像的一阵拒绝 鬼胶重新开机并从里面走了出来 看到名人他瞬间想起了昏迷之前的种种记忆 他随手接应就要发动忍数 但一个熟悉的声音却突然叫住了他 鬼胶一下子愣住了 他回头才发现竟然是佑 他瞬间难以置信 佑先生不是已经死在他弟弟手里了吗 文言 佑的嘴角微微上扬 表示自己还没看清自己究竟是怎样的人了 之后他用血轮眼向鬼胶演化了他被绘土后的这段经历 鬼胶看完恍然大悟 既然这是佑先生的选择 那么相信这条道路一定是条非同寻常的道路 最后他选择了何又一样的选择一同加入了名人的队伍 今后终于不用再一个人去执行任务了 二人相似而笑 又对鬼胶的影响实在太大了 当今人介也只有他才能让冷酷无情的鬼胶内心产生波动 第二天清晨 众人再次齐聚大蛇丸的实验室 是时候复活木叶的另一个传说顺身止水了 就像复活又那时一样 长门结印发动了轮回天生之树 止水和他的身上再次出现了金色的光芒 但这次长门的衰弱速度却比上次更加明显 名人若有所思 这个复活之数看起来虽然科学 但对施术者的负担却会越来越大 一分钟后金色光芒退去 名人急吼大蛇丸快操纵白绝对师兄发动以生转生 大蛇丸和名人一样 也看出了长门这次比第一次复活又厚更加虚弱 所以名人才会那么着急 随着以生转生的发动 虚弱的长门终于开始慢慢恢复生机 而这时地上的止水终于也苏醒了